我們還有今天的女神 關詩敏 詞曲 李宗盛 年齡可過去不成問題 那我們到底失敗在哪裡 給你時間 特別再見 長逢不如短痛酸的身體點 看你愛的漫不經心聲敷衍 沒了 我不碰就是了 沒了 我不碰就是了 十六歲拿下歌唱選秀節目冠軍的關詩敏 近期也即將發行第三張音樂專輯 究竟這位開播以來最年輕的女神 有什麼有趣的困擾要來跟大家分享呢 女神計程式開整囉 小女孩長大了 大家好 好久不見 回來了四年對不對 四年 這次要帶來全新的作品 是 剛剛這首是我最近出的單曲叫做美麗的 我不碰就是了 在七月已經發行 然後這次專輯裡面會有很多我的創作 但專輯會在八月的時候 才跟大家見面 剛剛聽她唱的這首歌 其實你會覺得 哇 這真的是小女孩長大 就是她的歌已經開始走一種 比較性感的路線嗎 對 我覺得就是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可能氣質啊 然後還有想法也都一起成長 所以就是現在一個 自然的狀態 所以在講的就是 不管你在什麼樣的狀況 或是什麼樣的年齡 你都可以是一個專輯 這是最美的 這陣子大家如果有關注你的社群網站的話 發現你最近好像 感覺你快要變成美妝博主了 其實我一直都在彩妝還滿有興趣的 就是以前在家裡會玩一下 就可能收工回去 或者是有時候在家裡關太久 像最近這段時間 對 都在家裡 然後就會有時候坐著看著鏡子 然後就默默地 開始把化妝品拿起來 然後就是 開始化妝 反正在家裡沒有要出去 是有一個西 夏日西瓜妝嗎 妳是把西瓜抹在臉上嗎 不是 就是 你看這個 對 那就是因為先擦了那個指甲油 然後覺得好像很想到西瓜 西瓜的皮 對 西瓜的皮 然後後來就把自己的嘴唇 掛成西瓜的那個讓 好厲害喔 對 很期待 就覺得如果你這一塊就一直畫下去 不知道你還會畫成怎麼樣 可以發展一下 對 可以發展一下 如果很有興趣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關施敏的病歷表 病歷表 新世代朝天女神沒有問題 然後第一屆華人星光大大的冠軍 副業現在是美妝博主 真正的病症到底會是什麼呢 萬年休閒鞋搭配 但今天有 因為宣傳集有開始 穿高跟鞋出門嘛 對 其實主要是因為工作的時候 都穿高跟鞋 所以平時我幾乎都是平底鞋球鞋 其實我覺得女生啊 從小女孩變女人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鞋子耶 就是可能你會穿一樣的衣服 但是如果鞋子一換 就會有那個女人味 因為你穿上高跟鞋 或是低跟鞋 就不同的鞋型 就會讓女生的那個肢體啊 整個變不一樣 然後看起來就是 不再是一個蹦蹦跳跳的小女孩 變成一個 好像有一點點風情的女人 走路的姿勢 坐下來的姿勢 都完全不同 好 女神的拜託我們聽到了 所以今天要解決 關施敏的這個問題 就是她想要找到一些 很好搭配又很時髦的 為大家邀請到就是我們的 知名造型師劉大成 好 歡迎我們的長腿哥哥 大長老師 哈囉 大家好 阿吳大長 你看我們都不願意 站在旁邊 對 像何熙還可以啦 我微微顛啊 大長腿耶 是 大長老師要告訴我們 在今年春夏 有沒有必買的鞋款 春夏必買的鞋款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第一種 第一種 穆勒鞋 大長老師這邊有穆勒鞋嗎 有啊 這個要特別介紹給大家 就是你買一個鞋子 可以有兩個分 可以踩下去 踩下去之後其實 對 我們其實看它就是 對不對 很流行的 而且他們家最經典的馬鞋 對 可是它只要一踩下去 就變穆勒鞋 還有因為穆勒鞋為什麼非常紅 因為其實它就是一秒你就穿進去了 就跟穿拖鞋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很實穿 而且它就算你穿得比較正式 你搭上穆勒鞋 就會讓整個人傳達出一個 隨性的感覺 對 今天將由造型師的大長 揭曉春夏龍星鞋款 台灣隊跟虛虛隊 拿出各隊的鞋子運戰 那雙鞋能獲得眼神清賣呢 現在韓國2020年最新流行的款式 這雙好有氣質喔 對 因為一般的頭 我們是不是都會做尖頭 對 那它這一 因為今年非常流行方頭 對 可是如果說你做到這麼方 又沒有那麼修長 所以它就是稍微的做一點點尖款 然後在最前面這裡有沒有 來這邊細部有做一個小小的巧思 就是車縫線 就是它今年特色的地方 而且這一雙它看起來 你就會感覺到它皮質 非常的軟 非常的好穿 妳試穿一下 對 妳試穿一下 好... 這個我沒辦法 這太像飯店的拖鞋了啦 我覺得上面還是要有一點 妳真的很媽媽心態耶 我們這是流行的 想說妳覺得上面 上面要有一些 妳自己看她是不是穿 對啊 妳這個穿去 如果出去她說 小姐 請妳回去換一張 請妳想想看 如果上面變成蕾絲睡衣 是不是龜防鞋 沒錯 我跟你講 這個看本人真的很好看 但一看鏡頭跟照片 真的 真的 對不對 妳看她的照片 但是本人真的很好看 可是我們是不是 第一次給本人 我覺得拿這個很好看 這是時尚 我覺得這是平常出門 都很方便的鞋 對 而且它真的很好走 我會覺得妳很型 對 妳很潔淺 感覺妳手上要拿一個臉盆 然後好像進到去溫泉有沒有 對耶 走起來有一種拖鞋感 真的很強烈 對啊 它用拖的耶 它是拖鞋 你看它多軟 你平常比較穿休閒 然後這一雙其實它是可以 讓你就是 在休閒中又有一點氣質 穿起來比較有一個優雅的感覺 不行啊 然後而且它 鑽字 這是啊... 它就直接進去啊 沒有 它就真的直接穿進去 就可以走 然後只是你知道 多這個看起來會比較 有一點氣 可以 上捷運再拉就好 我要說句公道的話 它應該算 它 沒有啊 就往後這樣就 穆穆 穆穆 你看 這樣 穆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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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第一回合穆穆鞋 我們要的女神 冠冠要投票給哪一組 西西隊還是凱文隊 請投票 看是不是 室內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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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是說 就嚴格來講的話 如果那個不算 OK 第二種春夏必買的鞋款 大家好師 第二種必買的 每一個女生的鞋櫃 一定都會有的 出跟鞋 因為這一兩年 對 要出跟 女性同胞在高跟鞋 又愛又恨 今年春夏新流行的跟鞋 讓你在不腳痛的同時 也能兼顧時尚 我知道女藝人都非常愛 穿細跟高跟鞋 因為會讓你的比例變高挑 對不對 可是你穿高跟鞋很怕就會 比如說你腳後跟 你會磨到或是受傷 很不舒服 所以他這幾年 就流行很多是出跟的跟鞋 但你走起來也比較穩 剛才這邊有出跟的跟鞋嗎 有 太華麗了 太華麗了吧 Chicago 非常華麗 它其實是有點 很像 紅毯鞋 有時候你穿高跟走紅毯的時候 基本上會有些人一不穩 就摔倒 對 所以它這種出跟 就只是在地毯上會比較穩 然後為什麼 有這個設計你知道 這個就是 對 會讓你整個比例看起來 腿的比例會變得更 修長 真的嗎 那如果腳很粗的怎麼辦 這個 不要滿 不會啊 這個其實真的可以有修飾的效果 我們請 請最粗的 不是 我還可以請 誰贊成員 這是幾號的 這是幾號的 這個應該是小米的尺寸 什麼舞台 這要叫你試穿 我們要符合那個Kevin老師 好 你先講別的 老師這也是出跟 這很漂亮 很美耶 剛剛那個跟字比較 大概是比較高一點 高一點的 然後今年出跟就是 比較低一點 對... 大翔老師那要怎麼 搭才可以讓 因為出跟本來就比較 有點復古啊 怎麼搭才不會讓出跟 感覺上很像 太太走出門啊 對 其實出跟 其實它就是 我覺得它也是百搭款 譬如說你穿褲裝 穿牛仔褲 對 是不是 真的耶 先女相反 你的腿看起來好美喔 超美 這個穿起來 比你那個白靴還厲害 對啊 很細耶 很細 而且很亮 要我帶來一段 真的很收場耶 對啊 超美耶 好美喔 然後其實出跟的鞋 不要 這個衣服這樣 剛剛還死不壞笑 對 其實像這種出跟今天 還有做這種比較扁 對 可以穿這樣 對 關關今天就可以 穿類似這種的 對 你要套套看嗎 你要套套看嗎 而且它因為它 好可愛喔 對啊 很修飾腳 對 會修飾腳 對 它那兩圈把腳變得好瘦 對 很瘦 因為它那兩圈太胖了 就覺得腳很瘦 對 因為我也是 腳板比較寬的 所以不敢輕易嘗試那種 很好看 對 也是一個很擺大的鞋 然後剛剛Kevin老師就說 其實搭這種出跟 是一個它就會 讓要怎麼樣搭配 就是其實我們平常就是 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穿Casio的 T-shirt 然後你可能今年春夏很流行 那種牛仔的 然後對 就可以搭配 就可以搭配了 熱褲配出跟 對 好性感喔 第三種 今年春夏一定要有的鞋款 綁帶 對 綁帶鞋 那我們剛剛其實看到前面 其實都 都稍微會有一些綁帶對不對 其實都 優雅好搭的綁帶鞋 能駕馭大部分服飾 並讓腿部線條更加修長喔 今年有很多 包括是有一些高跟的 然後有一些是平底的 這個就是 比較像是 芭蕾舞鞋 真的好看喔 然後它其實是 就是綁帶 因為它就是會慢慢纏繞在 對 這樣綁上去 綁上去 然後它下面就是 就是做這種 有沒有很適合度假的 對 對 然後另外一個綁帶的還有 這種其實最基本 然後它就是也是比較 其實我個人還滿 其實它就是綁在 就像剛剛說 我們其實讓 包腳踝的時候 你用綁帶是讓可以 營造出一個比較性感 對 然後比較細細的感覺 對 那我們來看看 梁哥是不是也有綁帶鞋呢 有 這雙其實也是我滿常穿的 像我今天其實這個洋裝 它有點 我覺得搭這雙綁帶鞋的話 就很適合 然後 因為我個子也是比較嬌小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選 這種 比例也會更好一些這樣 好 你試穿一下 然後我們先讓凱文哥他們 介紹一下他們的綁帶鞋 好 凱文哥 我的綁帶鞋是這一雙 可是這一雙它比較特別是 它是直接這種 它綁好了 對 它是直接後面 拉鍊拉就好 這雙是我之前在出國去 那種越南國家的時候買的 因為就是那種海島國家 都賣很多這種 所以我就覺得這雙 穿起來也是非常的百搭 那我也試穿一下 所以它穿起來會有 綁帶的效果 但不會有綁帶的麻煩 那你不用真的自己 壓一身去綁 我覺得這好特別 因為它後面就做一個拉鍊 對 很方便 很方便 好 我看一下君君好了 君君就真的很破心 你啊 鳳梨 對 而且你看君君 他個子算小的 但是他穿上這雙綁帶鞋 他整個人的比例是 好像還有腿 還有一些空間可以 視覺上 那個 因為視覺上 比如說我們拍照的時候 拍一些網美照 或是你平常出局玩旅遊照 它其實就會讓你的那個 視覺是延伸的 對 好 然後我們的 我的鞋就是長這樣 而且它其實也是有點厚度 雖然它綁的高度沒有到腳踝這邊 但是我覺得在這邊鬆鬆的 那種落影落線 如果你今天穿長褲什麼 它還是露得出來 對 如果你的 真的覺得自己腿的條件 好像沒有那麼好的話 可以採討一下它這種高度的 好 我心中已經有答案了 請問關關的 這一題要投給 西西隊還是凱文隊 對 那個拉鍊 對 很懶 對 因為直接踩進去了 我就不會再上一雙 妳姐是喜歡哪一雙 不喜歡那一雙 我也喜歡這雙 妳才24歲 妳的人生還很長 可以慢慢的綁 妳看為什麼我都喜歡這一雙 因為這雙其實在視覺拍照的時候 它的效果會比較強 對 因為它有一個延伸感比較強 對 像剛打牆說的 好 接下來來看第四種 第四種是我今年最推薦給大家 就是這一個 方頭兩鞋 露脂兩鞋 絕對是今年夏日一倍快 大方露出腳踝 在路上更顯優雅大氣 還能不趕快買一雙嗎 這個方頭兩鞋其實 它就是穿起來非常非常的優雅 很有氣質 然後其實你就是搭配 比如說褲裝或是裙裝 或是譬裝 休閒 都非常的有氣質 對 然後其實我覺得今年春夏 因為馬卡龍的顏色是必備的 然後女生應該都很喜歡 這種粉嫩的顏色 對 因為它都幾乎都是肉餃子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搭配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塗一點 比如說這個是馬卡龍的顏色 指甲的顏色可以 塗各式不同馬卡龍的顏色 這個比較糖果的 這變很可愛 冰噴冰淇淋的感覺 真的假的我就想知道了 好 方頭的鞋子 我們要 換凱文最先好 我們好多喔 對 超級多 我們滿多的是 小招 我首先介紹我自己私人最愛的 就是這一雙 它很特別就是 它是方頭的 現在很流行 然後它有做一點點低跟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穿 這麼的浪漫的款式 你也可以選像這一款 這款也是 它是方 然後帶一點圓 而且重點是它現在流行 兩邊做不一樣 所以就不會那麼的平凡 你看它這邊 它兩邊是做不同的 所以 平凡之中就會 製造一點浪漫 好老派喔 好老派喔 看他露出年紀了 我覺得他今天有心機 因為他今天那個 腳趾頭的那個指甲顏色 有配到 有配到 很適合夏天的顏色 然後這雙穿起來 就會比較休閒一點 所以很適合就是 真的有浪漫喔 對啊 因為平凡之中 製造一點點浪漫 而且這個也很好穿 很好走 然後還有這一雙 這個顏色好漂亮 對 很曖昧 很曖昧的顏色 然後這一雙 那穿了會不會 會 然後它還有這雙 你們是因為跟我在一起 久了 所以你們都會講老梗 是不是 然後像這一雙 它有兩個穿法 這一雙這樣很棒耶 對 就是你可以套進去就好 你也可以就是 你知道怕跌倒 就是這樣子穿 對 因為有些公司是 後面一定繞有待在日子 對 才可以上班 好 希希隊 我們一雙打全部 對 我覺得這雙看起來 它真的也很貴 就是很有質感 然後它也是我很喜歡的 它就是幫頭的就是 比較像是拖鞋 如果你穿起來的話 它不會有那種拖鞋 給你那種很休閒的感覺 真的嗎 我是覺得它穿起來 你的腳板 整個就是比例會看起來很好 因為它讓你的腳 看起來也是瘦長 對 關於方頭好像很多選擇 對不對 對 好 這一關要投票的是 凱文樂和希希隊 你喜歡 特別喜歡哪一雙 特別喜歡一雙 真的都燒到我了 你知道這雙嗎 我最喜歡 我覺得藍色的 藍色 藍色 那個顏色 我真的覺得好有質感 對 而且它有多功能 對 多功能 所以純木樂鞋 然後綁帶鞋跟出根鞋等等 還有什麼 這一雙其實剛剛已經 一開頭就跟大家介紹 就是樂福鞋 今年的街拍跟歐美時尚 最常出現這款 穿脫容易的樂福鞋 甚至是時裝周上 都能見到它的身影 充滿時尚感的懶人鞋 怎麼能不愛呢 樂福鞋就是像我常常去 國際時裝周 跟米蘭 所以大廠是真的是走 國際時裝周 是真的 只要聽它這樣子 好像在開玩笑是真的 對 我們最常看到 那個網美街拍 或是一些時尚部落客 對 最常穿的就是樂福鞋 對 像我今天穿這樣的褲裝好了 它搭這個也很好看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兩隊 哪一隊 先讓西西隊好不好 好 我們先 我們也可以不介紹 沒關係 綁一層 就是那個樂福鞋 一般就是都會覺得是皮的 可是我這一雙 它是有點牙麻材質 然後跟皮的拼一點 對 所以穿起來會有那種春夏感 因為我們是拼藉兩種材質 所以如果 已經沒有機會了一點 來不及了就這樣 好 那凱文隊 這款呢 我覺得它很特別 是因為它裡面的氣墊 你仔細看 它其實裡面是做 滿舒適的這種 就是穿進去是滿軟的 可以穿很久 走很遠 對 秋冬跟春夏 我覺得這顏色都非常的白搭 然後它算是有點 平價版的那個 就是有點平價版的 其實這雙鞋 應該是台灣製的 這是台灣製的 對 然後它的皮革非常軟 它強調的是 但是穿起來很舒適 很舒適 看起來就是覺得很舒適 對 感覺可以穿著 跑步都沒有問題 所以它其實也沒有到 非常的便宜 但是比那個精品的再便宜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入手的話 又想要好走 你就可以選這個 最後一關 就是我們的樂服鞋 我們的觀觀要投票給 妳看 再沒有得兩分 真的不是 它那個偏接的材質 我覺得看起來很特別 對 也分享給觀觀今年春夏 也許可以考慮 入手一些 這種走在流行階段 又非常好搭配的鞋子 謝謝 單曲的名字 對 單曲的名字叫 美麗的我不碰就是了 然後新專輯 Masterpiece 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觀觀 謝謝 謝謝觀觀